大家好!如果我告诉你,有一种方法,不用花一分钱,也不用去健身房,只需要改变一个你每天都在做的,最简单的动作,就可能让你的身体比同龄人老得更慢。 你想知道吗?你可能会觉得,有这么好的事。 但它正被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所证实。 最近,一篇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上的研究就发现,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仅仅是将走路的速度从悠闲散步提升到快走的程度,他们的身体机能就出现了临床上可见的显著改善。 好,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,为什么只是走快一点就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? 答案,可能就藏在我们的生物年龄里。 另一项研究指出,走路速度,其实是我们身体内部健康状态的一个极其灵敏的指标。 它与我们的认知功能、心肺耐力、甚至大脑的结构都细细相关。 当我们快走时,我们不仅仅是在移动身体,我们更是在给心血管系统一个微锻炼,促进血液循环,提升大脑的供养量,并向全身的细胞发出一个充满活力的积极信号。 那么,到底要走多快,才算是有效的快走呢? 研究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参考指标,大约每分钟一百步。 这大概是一种让你感觉到心跳微微加速,呼吸略微有点喘,但依然可以和旁边的人轻松交谈的程度。 你不需要每天都这样走,但试着在日常通勤或散步时,加入几段这样的快走冲刺,就可能为你的健康,带来意想不到的长期复礼。 所以,别再小看走路这件小事了。 下一次你出门时,试着抬头挺胸,加快你的脚步吧。 你迈出的每一步,可能都是在为你的年轻多储蓄一秒。 我是你的健康心知领读人,逆龄研究所。 关注我,让我们一起,用最小的改变,创造最大的健康价值。